这一人秦伟呢 他相当关心八仙承报伤 这个伤患的他们的最新的状况 昨天上午他专程前往台中 要来探视受伤的模特陈婉轩 但是因为身份的这个不服规定 被院方挡下了 双方发生争执 而当时在场的台中市政府人员 请他稍微降低音量 没有想到呢 他秦伟情绪失控了 在医院大声反唱 气氛相当的尴尬 艺人秦伟在烧烫伤病房门口 想要探视八仙承报的伤患 却跟台中市政府员工吵了起来 应家属的邀请 秦伟探视八仙承报伤患陈婉轩 却被院方挡在门外 情绪几乎要失控 不断在医院咆哮 我探视了十二家医院 五十五位病患 只有这个美姿小姐说不能看 对不起我只是请你小声一点 我只是请你小声 原来秦伟不符亲友探视的规定 家属也没有事先申请 才被院方拦下 双方发生争执 而卫生局人员居中协调 要秦伟降低音量 却把气氛弄得更僵 他就说还是不行要三等轻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们能不能替病患想一想 病患在乎是三等轻 四等轻五等轻吗 我说我们将心比心 我受伤的时候 我想听到的是 有一个烧伤的人帮我打打气 给我女儿打气 他也一波三折了 我就是请求那个副理长说 我们看个五分钟十分钟 我的朋友可以不可以进去 其实在这个时间 我的朋友是有进去的 为了预防感染 院方规定三等轻内才可以探视 幸好陈婉轩最后还是看到秦伟 开心接受鼓励 但秦伟在医院失控 激动咆哮 全被民众拍下po网 艺人关切病患 没想到一场风波 惹来批评 记者江志兰杨清源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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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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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